为让民众体验当个城市农夫的乐趣 惩罚局将在花博公园中山足球场阶梯市看台区 打造成天空农场 并且将在2月22号举办乐活品农工作坊活动 希望能够邀请亲子一起来体验实地采收农作物的乐趣 利用盆栽方式种植的蔬菜 只要轻轻剪下并且清洗过后淋上酱汁 立刻就成为可口的生菜沙拉 花博公园内的中山足球场阶梯市看台 就是利用这种简单的栽种方式打造成天空农场 并且在2月22号当天 让亲子一起来体验现场采收的乐趣 刚好我们就发现花博的中山足球场看台上 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利用的空间 我们也实地去研究之后 跟相关的这些农政单位研究出来说 它可以提供4000平方公尺 大概可以种植4000棵左右不定期的这种 这种好的安全的水跟植物 在这个礼拜六就开始了 我们办第一次的市民免费体验活动 未来天空农场也会提供民众任养栽种 预计4月初将开放民众报名任养 而这样简单的栽种方式 民众也可以自己在家体验 就是很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能够借着去那边种 学会了怎么自己在家里 不管是阳台或是顶楼或是有一些空地 也能种出这样子自然无赌的菜 带给家里每个人很健康 那如果真的家里没有地方可以种 就可以去那里租在那里种然后带回家吃 另外在23号还有萝卜灯笼DIY 咕咕好料理DIY以及手工纸浆植物染DIY 名额有限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上花博官网报名参加 中家台北新闻林习惠采访报道